休息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的快 又是時候 又是這次對上 Firefly 這Firefly每次都要 你看 這命條一打開就是他的 每次都開個條碼來打 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 沒關係 命條 上下兩邊都是他的 哈哈 第一次來到 黃金之助 右上角 藍色 神族 是夜蝶 Firefly 紅色 神族 是 艾爾神盾 兩邊公平都往對方家走 而且 哎呦 哎呦 想開礦 但我跟你講 等一下就被 蓋一根水晶塔 他下來看到沒有公平在這邊準備蓋皮具 就直接在這邊放個水晶塔 SATS這邊應該也是 等一下 他在那邊巡邏 沒有公平下來 那我也蓋 哎 哎 咦 夜蝶這邊先放了惡氣喔 SATS到現在還沒下 他想開礦嗎 喔 感覺這個氣下的有點慢啊 嗯 嗯 怪怪的 SATS 喔 SATS氣比較多 所以這應該只是流程上 流程上比較不一樣而已 就是 SATS可能是一開始比較多的工兵 在採這個氣框 你們看其實氣框SATS還是領先的 所以你看 一來一往感覺 這個夜蝶這個氣 下的比較早也沒什麼用 太過分了 還下一個BY在人家臉上 砍起來 嗨 不准開礦 還就是不准他開礦 蓋一個這個 接空子核心 我接空子核心血比較多 多了100 所以這個 血量比較多 在這邊率先放下 心機之門 夜蝶這邊 還沒有選擇他的科技 還沒有 一樣放下心機之門 喔是野的 唉唷 他真的封起來了 唉唷 夜蝶接能他是來奪冠的 媽 媽 奪冠的媽 我們他的STATS 覺得對方是壓制的喔 壓制的開局 所以在門口補電池 還做了限制劍 他只要 記得 這個時候 下個電池 都還來得及喔 完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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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正面 困個大哥正面 沒事 哇你看 他STATS現在看到兩隻這裡耶 我跟你講他現在一定想到對方是VS 一定想不到 唉唷 現在沒想到是野的 咦? 你好 五隻 六隻 七 欸感覺可以燒到十隻耶 他在空腦 絕對可以燒到十隻 十一隻嗎? 啊可惜可惜 欸? 定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隻 但沒有用啊 但又第二隻進來要戳啦 那我覺得STATS可以GG 欸 啊 欸 啊 少抽了 大概一隻吧 那 大概一隻 但還是很虧 那STATS是十八隻空兵啊 這個局面 我來接手 應該STATS才有機會啊 這局面 大概是 要 真的是要我來接手啊各位 而且夜店 還有閃錐 還有閃錐的科技 STATS什麼都沒有 哎呀 哎呀 扣啊 原來自己家裡 撐教室了 三隻 還是不夠多啊 你們看公平他十隻了 OMG 怎麼辦 十字公兵的縮量擦肢 工坊 欸不是科技也落後 工坊看起來也要落後了 因為這邊夜店已經先放下了 鐵墊草 等一下要整備撐工坊 畢銀也在補 我 這位覺得夜店應該先去把3GD開了 把3GD開了對不對 然後 等燈來 阿這方不來的話 就去幹 就去幹他 感覺是這樣 這邊又刷兩隻教室了 只能一直依靠這個教室了啦 看能靠教室把工均殺回來啊 快走快走 看 這地方多麼的陰霸 欸教室要進去了 教室要進去了 一隻 哇 這難道是故意讓人家進來的 喔 欸有機會喔 我等我繼續招場 哇 哇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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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哇喔 夜碟今天怎樣 成神啦 夜碟 欸 輸完 OMG 上追列了 上追列了 喔 OMG 接地正受到攻擊 金礦場已經耗盡 走走走走走走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優勢很大啊 有工房 工房的優勢 有經濟上的優勢 這邊引刀來 應該也弄不太多東西了吧 好 好像砍到一隻工兵啊 這邊還沒有烈光球喔 很難打啊 夜碟這邊 欸不不不 這隻這邊很難打 夜碟還補電池 看山空 全面落後啊 這怎麼打 這怎麼打 打一下野外的建築物啊 打一下野外的建築物啊 應該來打吧 這也是要流 唉唷 唉唷 這個壓力還是給的夠大 往前閃 太致敬了吧 Stace 其實這個 目前Stace的追擊速度比較多 比較多 快收到兵快收到兵 喔 Stace在撞自爆橋 喔 怎麼感覺會被拖回來啊 你們有這種感覺嗎 1 2 3 4 5 6 7 8 沒有那麼誇張吧 其實我是夜碟的話 應該就反手引刀 反手引刀 Stace就很難受了 好 幹死他啊 他會不會在這邊 趕快分部隊來解決這個地方 要不然就出門了 兩個就是腦子 一排狂戰士 人間在罩 問題是等我轉捏攻球了 我怎麼覺得 難道 這就在合神盾嗎 夜碟前面優勢很大耶 原來對不對 就是炸來炸 就逆轉了 有沒有 好嗎 應該吧 快幹上去啊 再不幹上去 再不幹上去 你要正拿到裡面的整 內功球啊 要施光開了 很好 一波 A出去了嗎 一塊A 一塊A 一隻貓球出來了 出來了 現在在補電池 來來來來來 會不會被烈光球炸 會不會被烈光球炸 夜碟自己也在轉烈光球 這個自信一跳 四顆球在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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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隻這邊 還在 還在長 又刷到那一波冰 倒像那個鳳凰 抱歉 按錯了 有看到 四顆球 這邊把冰散開了 可能Stage也不會出來跟你打啊 他為什麼要出來跟你打嘛 下兩個VR,三個VR等一下要來出烈弓球了 再轉巨像 又進入到了我最喜歡的巨像烈弓球環節了 門禁停在外面 進入這個局面我真的覺得不好說啊 現在看起來理論上夜碟是優勢的 但是 但是對不對 感覺Stats隨時都有可能一波會戰就把夜碟躺過去 三倍烈弓球 可以可以可以 我們來拼電弓球吧 背後的靈近動了 有看到有看到 在這裡 誒誒 他不是往後跳 慢點還沒跳 這靈近也看到了巨像 不好怕這樣刷 你這樣刷 收到就是送了 然後 嘩 幹嘛 點個鬼好 跳進去 這邊要來 這邊 誒 炸到 四顆 這把炸了四顆 點掉了點掉了 不錯喔 有機會喔而且夜店 不忘不忙下了星際之門 打得很穩啦 一顆球 他快來為什麼叫夜店 我也不知道 可是他本名版還叫夜店 他是為了要有一個英文ID 才變成firefly 懂嗎 但這兩個名字 是一點有關用的 蛤 被小小說握冰袱包了 沒炸到東西 跑不掉了 噢 真是硬霸 這就是追劣者 還在出球 空軍一攻 你一個VS 你還沒出VS的單位喔 他到底要出什麼 他劍隊討論台也還沒下喔 出完就下了 感覺是不是要出爆風箭啊 我覺得出爆風箭可能蠻大的 你還不是出發 招呼 這邊的分別還有分裂光球 太細了吧 啊 Surprise 啊 全部死光了 欸 等下 等正面 哇正面 正面夜碟的冰死光了 然後這邊刷了這麼多一波廣戰士 States犧牲了這邊的追劣 換到這邊大部分的夜碟部隊啊 哇 哇 左邊那個路得沉死啦 哇哦 感覺被翻過來 被翻過來 欸 這邊這邊 哎呀 炸得出來 有兩顆球喔 白球很多 能炸到什麼東西 這只能三十六隻工作單位啊 畢竟這邊控送他的話 還可以接受 只要不被一拳打死都是可以接受的 後面藏了一顆球 有看到有看到 有看到有看到 這只本人好像沒看到 哇哦 好像打過了 媽 打過了 往前衝 往前衝 別走 這個 這個就像散了還可以 彰顯功力 好 怪怪 怎麼怪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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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隻暴風劍 現在Stats 部隊領先很多 部隊領先很多 要站住這個地方 有暴風來有暴風 但是在那邊拷不住啊 夜連前面 又這麼大都輸了 那沒什麼好說的啊 這方就是真的比你強 有不進Stats嗎 暴風劍都要甩到明國景 各位 哇 這樣都輸了 不想退啊 夜連 這把優勢 真的夠大 別撐啦兄弟 OK 拿下一層的勝利 怎麼這樣子 嗯 那也可以選什麼毒呗 阿媽你跟Sero打成1比1喔 這麼激烈 阿媽你用什麼卑鄙的招式 感覺可以看一下喔 阿媽你現在拿了Sero一分 第三場感覺阿媽你是赤的 Sero的那個領先太多了 阿媽你該不是兩框開出飛龍吧 感覺不是啊 喔 蟲洞 好 蟲洞 阿媽你也要展現她的蟲洞了 阿媽你也要展現她的蟲洞了 阿咪你也要展現她的蟲洞了 機會阿,但是偏難 因為Sero的登帝都已經出來了 這天律可以怎麼壞掉阿 他夜碟不進房是怎樣 加房阿兄弟 號碟不進房 好,看着开始了 这边夜点选择的是死亡光环这张地图 地图 左上角,蓝色的神猪是Stats 右下角,红色的神猪是烈蝶,firefly 死亡光环 看一下Stats会不会是野兵 还是他都比野兵 诶,是要光炮了吗? 要光炮了吗? 野兵,野兵,野兵 这就是我想看到的 光炮来了各位 看起来 看一下这张图有没有什么神奇的点都可以让他炮 来咯 来咯 诶 哇,本人没看到 诶,其实本人刚刚是 哇,哇,哇,哇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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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第一次把第二次炸掉了 快快,塞光炮,塞光炮 这张图光炮其实很硬霸 你知道 因为你光炮 打到这个地方的 就是打不到金矿 那只要离开金矿一点点 就打到你,你知道 非常的硬霸 这边 要小心哦 要想办法 这张图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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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说 哇,这神兵,点了 诶,点了就停电了 哦 还没有机会 快点光炮啊 那你们看,这光炮其实很大 你看 这个地方基本上这个光炮就打到 哦 哦 要赢了吗 那起来的光炮 要到水晶塔 啊 他已经补,补BG了 有啦 有啦 所以他决定就是这样子 诶,这是不是有点充分啊 在手啊 我感觉又是个优势开啊 我感觉又是个优势开啊 感觉啦 感觉 啊,刚刚这个 这个 要是工兵有出去 他现在就来认下 补BF 你知道吗 那工兵领先了 在理论上又是个优势开局 各位 理论上 开矿了 开矿了 直接开矿了 我觉得这选择也非常正确哦 对 先给VS再开矿 这边也放VS 工兵领有点落后啊 这边只要夜碟后面的决定 就是这个 策略判断都是正确的话 我觉得夜碟这场 还是有希望会赢的 还看到狂战士 还看到狂战士 他还 他们怎么都有那种 明明有看到 他本人没看到的这种操作啊 真的是 看不懂欸 狂战士还进来看到你的VS了 砍了一只 我总觉得 又翻啦 没事没事 工兵还是领先 工兰先盖 他打教室 卡在这个地方 那个教室就不会死 下次 太硬霸了吧 蛤 他早打 你幻影一飘 这个队列又要被打了 飘个幻影 飘个幻影兄弟 飘幻影 他就卡在这个地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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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拉的是不是有点 太早了 快点 哇 有点过分啊 朋友 哦 哦 哦 哈哈 教室无敌了 GG 哇 咪咪 咦 这就是光炮吗 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我有时候要变这样子了吗 这样子光炮其实很厉害 只是 好像很少人发现这件事情 这早点光炮塞到那个点位其实很烦的 但没关系 我是守光炮高手 世界上只有三个人光炮的时候 一个叫PARTING 一个叫HARS 一个叫老鸭 哦 好像也太多了 怎么感觉会放光炮的人我都讲出来了 这边 诶 怎么发现 他们神族 出了都很沉水艇 现在这张图比较小 可以 那种不稳定的因素我比较少 好 好 哇 弱格要打SERO了 精彩哦 好 隔壁那个 听到什么 斗鱼杯 斗鱼杯 好地图来到了沉水艇 目前1比1 等一下 居然 CX跑到 下面来了 地图来到了沉水艇 左上角蓝色的Protos 蓝色的Protos 是Firefly 越迭 红色的神族 是 艾尔神盾 Stats 再把后面交给坤哥大哥 然后来看一下隔壁 我给我打SERO 这个太好看了 我是要 等一下一边播报 一边看这个精彩的ZZZ 好吗 这两个人好像也很早遇到 两个都不打线上赛的 两个都不打线上赛的 他这样寻 可是Stats其实很少放 他这样寻 我感觉是要寻那个 有没有可能BG BF的大招 就是 加速狂战士 然后一边放光炮的 一个 的大招 但是Stats其实 不太会放这种招的 没关系 夜叠出了一个水晶塔 在右上角 那 1966 加以矮针眼 一针差一圈 打一 researchers 這隻就不會放光炮好了 難過選手其實會放光炮的就 趴挺而已 Pageeants偶爾會放 Pageeants光炮也算厲害 剛剛講沒有是兩隻最熱的開局 這邊夜碟是假野靈跟水尼塔 兩隻最熱出來夜碟是看到的 兩隻兩隻一開 夜碟家裡放了星際之門 在這邊是做了兩隻哨兵 鋼燃摸魚 說什麼呢 看一下隔壁的比賽也算是摸魚嗎 摸魚是什麼都不做 我們進來看到是兩隻哨兵 這個細節 感覺如果是有看到他想要的話 這個情況其實蠻重要的 開礦了 VS開礦了 VS開礦 這邊還在做兵 喔 他有看到 他有看到 正面的獅子最熱來了 可是吸引一下你的注意力 完蛋了完蛋了被爆了 離場有沒有 唉唷 我覺得走不掉阿 立場格 唉唷 那他有限制劍嗎 VG還不能刷冰嗎 刷冰了刷冰了 那你正面要飛到臉上啦 哇 我看你的輸拉 到底什麼東西要沒有 沒了沒了 什麼都沒了 SACE這樣為優勢 SACE還贏不了 對 他就不是艾爾神盾了 他就是艾爾 沒事 有艾爾 艾爾支持 沒事沒事 SACE還在戳 沒有電池 沒有 沒救啦 這隻 催裂一直 還有一個超級電池 等一下超級電池的CD 但其實沒關係 催裂者的輸出雖然夠 雖然頂著超級電池 我覺得他這個追裂的數量 也不應該輸出4隻追裂 超級電池沒了 超級電池沒了 再點 消失 哇 OK了 你又進去了 OMG 進去了 進去 我們恭喜 STACE最終是2比1 拿下了夜碟 還不錯啦 我覺得第一場第二場 都有打出風采 第一場其實是很優勢很優勢的一個開局 第二場是直接光炮 光炮一個拿接後 是把STACE給炮死 很有實力啊 這樣子 今天的冠軍賽 等一下 今天的冠軍賽就是 我看一下 對 PATIENT 打STACE STACE一路上 先打了 TIME 打了RAGNOLUK 打了FIREFLY 對 最終要挑戰的大魔王就是 PATIENT Before 不好意思 哲學 我摸一個魚,馬上回來